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 学者王国为在宋元戏曲考 续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 汉之父 六朝之篇语 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记焉者也诚如王室所言 中国古代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体 不同的文体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着各自惊艳的波澜 每一个波浪都镌刻着时代的风采 承载着时代的烙印 呼吸着时代的气息 这些惊人的波浪滋润着时间 感动着世界 宋词是盛行于宋代的一种文学形式 作为宋代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 词在宋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完整内容请到我的主页观看 关注我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